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最近起初有将近三成的房贷申请人 因为信用条件不好没有办法向银行借到钱 相价之下呢没有信用记录的外国人想要申请到贷款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东森新闻保险理财专题 这一次特别请到了专家向亚洲新移民来介绍如何聪明贷款 所谓不查收入的外国人贷款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它的身份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接受的就是B1 B2旅游签证 那例如像这个学生签证 那不在这个外国人贷款的思想里面 那另外的呢我们这个贷款外国人贷款 我们有分为purchase就是购买贷款 还有就是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需要再做refinance 那这种来讲的话我们再贷款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cash out cash out之后呢你们有时候很多客人希望说 我现在想要多拿一点钱 然后来做一些房屋的装修啦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这都叫做cash out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的部分来讲 那这个外国人贷款 因为它是属于外国人 所以相对的这外国人 您的工作就一定是在国外 在国外里面来讲 我们需要您提供的就是 用您的雇主来提供您的工作收入证明 这个呢就是属于员工的收入证明 OK 在这个上面里面我们需要麻烦您就是请雇主在这封信上面收入证明上面要写上您在前两年的每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钱 还有在今年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钱 这个呢还用加上您的职称 职称很重要要麻烦写在上面 另外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家公司服务的 那麻烦这些的资讯都要写在这个工作收入证明上面 稳战美国亚裔最大的保险与经济代理商地位 范语集团理财面面关系列报道 下一集呢将深入来讲解买房的基本流程 敬请观众锁定 敬请观众锁定